大家好,打了28層的攻略 霸者之塔的這一層 曾經被一度認為是全塔最難打的那層 因為這關對於寵物的要求非常高 反寵和蘇雷,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要你卡點,而且卡得很準 因為你卡點失敗一次,足以影響你的成敗 就算你成功卡到點入到王關 王關也是一個很難打的地方 所以這一層是很多人卡的一版 所以這一層會被人認為是最難的一層 1-30層裡面,算是數一數二這麼難 但是角色越出越多 火神X受神化,光神受神化 一堆反寵數,很大的角色 尤其是光神和火神X 令到這一關的難度大幅下降 當然也是有難度,但是只有白牙那麼適正 那個年代那麼難打 可以這樣說 而且火神X可以減低你要卡點的技術 這個狀況同樣是火爆了幾次 因為火爆了,他本身是要你卡點 你帶天賦的話,隊伍的輸出比較高的時候 就是以免了你卡點的技術要求 這個就是火神X的強勢 強勢的地方 裝神,這裡的小怪是非常之麻煩的 要一下子清死的 光神已經犯了一個很大的錯 火神X卡下降 卡點失敗一次是足以影響到你的失敗和成功 這裡應該可以強和靠友善技殺死的 這裡應該可以強和靠友善技殺死的 這個 大牙有善技殺死的 這個卡點很漂亮 這其實就要你少少計角度的技巧 還有 要少少的 要少少的經驗 如果你有讀物理的話 你就知道 角度的原理 就是 會是兩隻 即是入射角跟反射角 如果你有讀物理的話 你就知道是什麼 要留意 黃的下一關會放大技 要你的血是足夠到頂才可以的 就要吃到食心了 留著弱點旁邊的心 然後儲金心 對 哇 超多心 黃每回合都會幫小怪和自己回滿血 所以就要一下卡死 即是一下撞死任何這一層 其實我不想卡死 因為我要儲技或者儲心 食心 問題不大 基本上 你被他攻擊到的話 基本上你都會即死 OK BOSS第一 好像BOSS會移動 兩回合 我選擇 卡上面 好 然後到白牙了 哪隻白牙 這隻白牙 看看這樣是否撞出 撞出來 好 另一隻白牙 好痛 開技 技是用來用 不可以測躁 鋪 嘩嘩嘩嘩 吸了 接著拉來就可以拖 3回合的時間 由於那個也即死技 那你都要對她做些輸出 要確保 拖完那一回是可以殺死的 白牙一定要殺 好 白牙 殺了就是王關 下一隻動的白牙是好位的 因為白牙入到下一版可以馬上卡 是BOSS的 BOSS真身我沒記錯 一血在下面 白牙可以卡點 這樣卡吧 痛的也有100萬 嘩 減攻 光神很慘 有重力 真身走上去 留意蠍子 蠍子是打不入的 透明那隻是穿透的 也是打不入的 嘩 厲害 殘血 又被人模糊的減攻 咦 這裡可以卡點 咦 卡不到 咦 趁他走之前 我是HIGH了幾下 有數 二血 盡量留著焦落尾血 因為尾血是最多血的 那這裡我已經不知了 真身是哪隻 真身是射命 因為射命那隻是射了上面那隻 不是 上面那隻是剪 咦 上面是透明 透明那隻是被人射命的 真的 有 減攻 真是扣了 咦 有線 好漂亮卡 有線 今天認真身走上去 OK 那這下是會有些少許痛的 萬一被他串銷到 其實你都一命呼呼 咦 差一點 又撕開 OK,頂! 心! 死的機會都非常高 右下是透明,真心好像是上面 但第一回合已經移動,真不真心的影響也不大 魔術先開幾 110萬,OK啦!又減攻 這個不開,我先留一留 好 咦,這位卡路有一點點的 嘩,好難得痛啊 吃得大心 OK,火神X 神經病 好痛啊,被人打 好,吃了金心,安全了 但還有很多血未打 開技吧 好痛啊 嘩,不錯啊不錯,這裡打到一百幾萬 但另一隻白牙還未準備 不,太傷了 對啦,差一點點火板 光神 好痛啊 好痛啊 瞄她啦 完成 那主要就是這關的打法 就是,你要分清楚哪隻真心哪隻 就是,呃,透明哪隻蝶子 還有要留意有些地方可以卡點做到大傷害 還有應開著就開著招 就算是 我說過要把技能留下尾血也好 前面的版本你都快要懂得開技 判斷好 好像我前面中Boss第二層就開了白牙 中Boss第一層會比較難打 因為多數第一層你都沒有技 前面的三關呢 敵人是會有大技 大技就沒辦法磨技 要快殺敵人 令你第一個中Boss就沒得開技 而第二層中Boss就有能力比你儲多技 容易打很多 接著來王關就考慮判斷力 當然看他給不給心理 28層老實說出了那麼多新角色 難度就降低了很多 尤其是火神X受神法左右大力了很多 原版火神X是收皮了 光神也是萬一卡到什麼 加上殺殺超高攻的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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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